朋友不多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很多人都不懂 交朋友在于精 而不在于多 有些人显得不合群 甚至一个朋友都没有 其实并非是他孤僻怪异 而是他懂得远离不符合自己内心标准的社交圈 不愿意为了社交而社交 有些饭局 吃来吃去是毫无意义的 不仅浪费钱还浪费时间 真正的高手就三两朋友 有事一个电话马上到 没事大家各自安好 酒要喝投缘的人喝 日子要和懂你的人过 一百度的开水都会凉 何况三十七度的人心 多一点自知之明 少一点自作多情 我本来不相信 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个人 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 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当你压力大到要崩溃的时候 不要跟别人讲 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 因为没有人会持续心疼你 所以无人问津也好 既不如人也罢 你要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去焦虑和烦躁 因为这样会毁了你 原本就不多的热情和自信 心可以碎 手不能停 在崩溃中继续前行 这才是一个成年人极端的处理 什么是爱自己呢 比物质更重要的是情绪 不要回忆已经是过去世的人和事 真正的爱自己 是把时间精力放在 能让自己开心的人和事上 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愉悦 生活状态变得舒服 人有多现实呢 我来告诉你 大概就是他一边嫌弃你穷 一边又怕你负 会因为你没钱而瞧不起你 又会因为你有钱而看不惯你 要是你过得比他好 他心里就像是千万只蚂蚁带牌 他养得慌 要是你过得不好 他心里早就偷偷乐开了花 人心何其卑鄙 怕鬼的人都是幼稚的人 成熟的人早就开始怕人心 男人太实在是没有好下场的 请记住 不要太大方 也不要太善良 心里更不要太实在 总是为别人着想 然后委屈了自己 时间长了 别人会把你所做的一切 当作理所当然 当有一天你真的累了 没有人会心疼你 看人不要用眼睛去看 容易看走眼 更不要用耳朵去听 因为可能是谎言 只有用时间 用心去感受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你活得越悲惨 你身边的人会越开心 因为你的无能 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 所以永远不要跟身边人 倾诉你的不幸和贫穷 因为没有人会可怜你 只会给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 增加点笑料和谈资 很喜欢那一段话 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 也没有一处人世不复杂 无论你当下 正在经历什么 都要调整心态 继续前行 相信未来 属于每一个努力的人 走向心中 最亮的地方 语书房 陪你一起学习 一起成功 加油